远通又出包了 因为人员设定系统的疏失 前天有两个小时超商 除职e-tag通行费失效 那么推估大概有2000人受害 除职的金额就不见了 所以开车上国道因此变得欠费 连通行费的九折都没了 远通说已经急回补金额 高工局则是说 本来远通只要回补折扣 已经要求他们连折扣都要加倍奉还 为什么我家职的工作 把别人的车上去呢 民众怒火难消 在远通指引门市大骂 说上个月在超商除职的钱 居然跑到别人车上去 让他白色不解 我觉得这个很离谱 他们现在又没办法马上处理 要叫我等一个礼拜 民众气炸了 因为e-tag住包不止一桩 2月10号下午3点40分时 由民众到超商除职 后来发现除职失败 大概有2000人受到影响 我们那个IT人民 在那个管理资料库的时候呢 他做一个人为的一个 而且除处失效 让民众上国道也损失通行费 九折优惠 权益受损让民众大赶不满 对我们电脑这边的人员 是有说造成他这样子变成 该得享又会不得享又会 他真的有损失吧 这不损失 我们会加倍奉还 源头表示会全权负责到底 也说这次意外是电脑部门同人疏失 以请该部门加强人员训练 并表示现在系统已经大致稳定 不过问题频传 民众信息也已经大打之后 记者陈金安 许忠颖 Type Some No